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频道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18年10月17日星期三 这两天有网友问我说 燕军诉周立波的那个案件有什么进展 我查了一下 燕军诉周立波的那个案件 那个答辩期已经到了 但是在答辩期到期前夕 燕军方面对他的诉状进行了修改 修改之后的诉状呢再次送达了周立波 那周立波呢就有新的答辩期 像这个一个案件呀 他不会一天两天的就结束的 即便他答辩完了以后呢也不会很快就开庭 唐爽在上海诉周立波的案件立案之后呢 现在没有听到有什么进展 这几天呢周立波在他的那个微博里面 还在持续的在攻击唐爽 他今天呢又发了一个微博 他说呀 因为唐爽不是长期管他叫波书吗 他现在呢说他对波书这两个字敏感 对波书这两个字过敏 听到波书这两个字就害怕 他希望大家不要叫他波书 叫他波波 你再叫我波书我就去告你们 看来燕军呢对周立波这个案件呢 还是很重视的 我呢因为没有订阅美国的法律库 因为美国那个联邦法院的那些个资料啊 要付费才能看 所以呢我现在不知道他都补充了哪些个内容 我估计他补充的 是他一些个损失方面的证据 因为这事实部分他已经说的很充分了 周立波现在呢只字不提燕军 因为呢燕军是他的一个比较强有力的对手 因为燕军有钱呀 他请了最好的律师 律师呢拿出多少时间来在这个案子上 他的那个律师费他都付得起 不怕花钱 不会像他似的 不舍得给律师钱 你如果不给律师钱的话 律师就不会给你卖命啊 律师就是按付出的时间来收费的 律师讲的就是一个钱字 你花的钱我肯定对得起你的钱 如果你不花钱的话我就不给你干活 说实在的你花了钱了 他还不见得把你这活给你干好呢 你看郭文贵那个案件 搞了半天连管辖权都搞不清楚 要不是我提醒他们法官判错了 他们也不知道法官判错了 我一直说的用心两个字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这些律师呢 你只要是法学院毕业的 你只要是取得了律师执照 大家的能力其实是差不多的 就看谁用心了 燕军这个案子呢 他又补充了证据 燕军这个案子呢 我之前就说过 他那个起诉书是我见过的 写的最好的一个起诉书 然后呢他现在又补充证据 可见这律师呢 还比较用心 你说多用心 我也不这么认为 我不认为老外的律师当中 尤其他对这个中国人的这种案件 我不认为老外律师他会日也响夜也响 一个用心的律师啊 你想想这个道理就很简单 一件事情 你说我今天 然后我来捋一捋这件事情 好你就来捋一捋这件事情 你之前脑子里面空空如也 然后你今天考虑这件事情 你今天来给他捋完了以后 你往边上一扔 然后你又不管他了 你就在用了这几个小时 你说你能干什么 我们大家你自己都会有一个体会 当你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也许你今天你想想你捋出来一个思路 对不对 然后你之后呢 你又会不停的琢磨 不停的琢磨这件事情 然后你又会有新的思路 但是你要是不琢磨 你脑子里面不琢磨的话 这个思路是不会出来的 往往有的时候你坐在那 你说我现在要想了 你还往往想不出来 如果你把这件事情装在你脑子里面 有的时候呢 你不经意的 哪怕你看一个电视剧 你都会受到一个启发 你都会想哎呦 我那个案子会不会是这样的 我们每个人你自己想一想 你自己平常的你的工作也好 你的生活也好 你做一件事情 你想想是不是这样的 如果你在一件事情上 特别用心的话 特别上心的话 他就一直在你脑子里面 只有你让这件事情 一直在你脑子里面 你才会经常会有灵感出来 法律这件事情 也是这样的 打官司这件事情呢 你不光得把你自己 这一方当事人的情况给他吃透 你还得把对方那个当事人的情况给他吃透 你既能说去找出来一些点去攻击对方 然后你还得防备 你还得想到 对方会攻击你哪些点 你从哪些方面你还得防御 律师跟法官不一样 法官不用来考虑这个案子 我之前不用来考虑这个案子 我就坐在法庭上听 你这边跟我说 你那边跟我说 我当时就想就行 我当时就想他说的和他说的 我信谁 但是律师不一样啊 律师他就是一个攻一个防 这两方面你必须都得做到 你必须都得有策略 那诸葛亮又没上过什么军事学院 他为什么一出山 他就能够胜啊 他那些招为什么多呀 他在出山之前 公庚龙母的时候 他就一天到晚的 在琢磨这些军事 用哪些攻的招 用哪些防的招 他有可能在耕地的时候 看到一只兔子跑出来撞到树上撞死 由这件事情 他都能琢磨出来一个在战场上的一技 就是这件事情在他心上 对吧 我们用的词叫用心 为什么叫用心呢 你的心脏每时每刻都在跳 你这件事情在你的心里面 随着你心脏的跳动 每时每刻都是活的 像这样的律师 不是很多 我们生活当中像这样的人 本身就不是很多 像那个周立波呀 他不用那个默虎 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 他这个事出了以后 默虎 马上就去找那个燕军 如果是一个老外的律师的话 他绝对不会跟着他 马上去找燕军 他就第一步 他就等着那个法庭那办保释就完了 第一步就是保释 他就去查看那个法庭上的案卷 他就是一副 公事公办的一个态度 当那个周立波和唐爽 被保释出来以后 那个默虎跟着到燕军的办公室 我不认为唐爽的律师也跟着去了 就算是唐爽的律师跟着去了 也不会在他们那花那么多的时间 默虎在他们那个身上花了很多时间 随叫随到 默虎呢也花了很多的心思 他不光给他琢磨 他这个案子本身是怎么回事 他不光琢磨着 让他这个一个枪一个毒 这个案子在法庭上 能够让这个罪责捡到最轻 他还得帮他考虑说 你回中国以后 毒这件事情对他的重要性 你就不能承认这个毒是周立波的 就不能承认毒跟周立波有任何的关系 老外的律师能为他做这样的事情吗 能为他琢磨这件事吗 那是不可能的 对于周立波来说 默虎其实是他能得到的最好的一个律师 对他这个案件 没有默虎会更用心 也许默虎输的费用比其他人高 也许 这个我不好说 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付出了多少时间 反正我给他算一算 他这20万 其实如果是日也想夜也想 他这个案子的话 付出那么多时间的话 很快就花完 按照那个默虎的那个收费标准 你没有办法比 老外的律师啥也不干 就到法庭上去查一个记录 就是什么时候出法庭 什么时候出庭了 什么时候才把这个案件拿过来 夹着去法庭了 这才花多少时间啊 能跟默虎那一样吗 所以说没有办法比较 好又说回来就是说 周立波为什么非常重视 这个燕军这个案件 就是燕军他有钱 他愿意花钱 这个律师只要你愿意在我的案子上 花时间 多少时间我都付你钱 唐爽他不用太在意 唐爽他为什么到中国去起诉 他考虑的肯定是钱 唐爽没钱啊 默虎也一样 我没有听说默虎请了律师 默虎有可能就自己了 所以呢 周立波他最难对付的 就是燕军 他最重视的也是燕军 好关于这件事情 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